就是上面 假如說你今天自己在 露天或者說在雅庫那個 拍賣上面 自己建了一個 一個商店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讓人家可以跟你互動 比如說他下標的時候 他要選擇他要的 一個送貨方式 或者是說他直接跳過網拍 他直接到你的平台上面去做 購物的這個動作的話 你要跟他做互動 要知道說他的 比如說他買什麼或者是送貨方式 等等的話那你就可以 自己設計你的像這樣的介面 你可以取得相關他的資料 就可以直接把東西寄給他 那當然你 前提是他可能先要把 費用先轉給你 那像這個地方介面部分 就長得像這樣 比如說iPod裡面有四種產品 那另外還需要加上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 運費 如果他自取的話就是5% 然後郵寄的話就是10% 那這地方的話呢 第一個介面要怎麼樣建立 再來的話程式碼部分 我會把它放在這裡 那撰解程式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那怎麼樣來完成這個範例 第一個 這個 首先呢 我們在這邊 先做完資品就會這樣 先做出來的結果 大概像這樣子 我就選取 比如說這三個我都要買 那我要由記的按計算 那總價呢就秀出來 總價就秀出來 秀出來這個預算 接下來呢 我要怎麼樣去做這個設計 第一個的話 在這上面呢 當然 我們跟剛剛一樣的方式說 在介面上面啊 你可以 做一個 比如說你這上面 可以先用那個表格的方式 先插入表格 那插入表格當然 這邊你可以去計算 那版面的部分自己可以安排 比如說上面要給一個標準 叫iPad產品 12345 那底下的話這邊有一個 運送的手續費 678 假設我這邊需要8例好了 裡面的資料呢 假設分了兩欄 按確定 那你就直接可以在這 這個地方 上面部分先輸入 給它一個標題 iPad產品 那分別再把這裡面 加入這個 這個上面這個地方 叫做Radio Button 直接把Radio Button 跟進一下 是Trackbox Trackbox呢 加入四個 另外呢 運送的部分呢 再加入兩個 Radio Button 其他的部分 再加一個 輸出 RBLOpport 再加一個按鈕 那就可以完成 這個範例的介面 這部分的話 你們先試試看 好 首先一樣 這地方也是 新的網站 名稱的話 就是CH5-4-3 那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先給它一個 排版的一個版面 那大概放個方式 我想你大概參考一下 這個 課本上面顯示的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要計算說 裡面的解關計算 可以把 結果算出來的話 這個 我們現在上面 先放四個產品 那名稱的話 我想我們這地方 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這個叫 Track C-H-K 我們先疊 A好了 那這個